成龙写的自传最近英文版发售后,外界对他骂声一片。 成龙在自传中,不仅写了他六十多年的人生,提到了自己的一些荣誉经历,还提到了自己的感情史。 公开了他与初恋、邓丽君以及林凤娇等多名女星的感情史,生活一度说迷,令人不敢相信。 成龙在自传中,将自己的情史都和谈拖出,回忆起这些事,他在书中自称,自己就是个混蛋。 他提到了自己在感情中,对于女性的态度和行为都很差。 成龙在自传,忠诚在自己十五岁时,便与一名叫阿珍的女生相识。 虽然当时阿珍父母非常反对他们来往,但是成龙还是很坚持。 但是和阿珍在一起后,他却没有好好珍惜。 不但不经常陪太太身边,有时候看到他在家还会直接去外面喝酒,那时候的他非常叛逆。 直到后来成龙回忆起来,都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对待阿珍。 阿珍非常善良,在成龙骆驼时,还曾经帮助过他。 在当时自己却没有好好珍惜,后来成龙喜欢上了个性优雅的邓丽君。 但是在与邓丽君交往时,却故意表现得不绅士。 根本不顾及对方的感受,邓丽君点五分熟的牛排。 成龙故意要拳手,邓丽君要喝红酒。 成龙则选得啤酒,甚至还直接在餐桌上端洗碗喝汤。 当时老邓丽君很生气,在一次旅行中,成龙与林凤娇相识。 虽然两人感情发展非常迅速,但是他却并没有公开恋情。 直到林凤娇怀孕,他才不得不与他结婚。 于是他在一家咖啡店里林凤娇结了婚。 但是林凤娇怀孕期间,他并没有留在他身边照顾他,就连林凤娇分免他都没去。 成龙一度以为林凤娇是故意怀孕,而想和他在一起,也是为了钱。 至于他和吴启力,他称致半了全天下男人都会发的错。 不但如此,他每年光花费败饭局的钱就二百万美元,曾经把三万六千美元送给了成家班买最贵的手表。 他甚至带着五十万美元买了七次最贵的手表,每天带一款。 一针不重复,生活极为奢尼,除了上述女星,成龙还背叛和范冰冰,张子怡,王祖贤等女星关系不简单。 贫乏流出的亲密照更是惹出不少争议。 但对于这些非玩,成龙却没在自传中解释和说明,真真假假只能忍着见仁智者见智了。 外媒报道中还提到了他在夜总会的情形,以及他酒驾的事情。 早上撞宝石节,晚上撞奔驰,但是,他却警告记者不能拍。 甚至还提到了成龙在房祖明两岁时,一手连起来摔在沙发上的情形。 成龙称是因为当时的不成熟,做了一堆的荒唐事。